好 里面去 头脚纠纷 陈姓嫌犯徒手勒弊女教师 晚间11点先是租车 再将尸体载到南头的 亲近山区弃尸 但其实会引发冲突 就是因为这名女教师 疑似是第三者 陈姓嫌犯外表阳光 体格壮硕 是知名教练陈威臣的儿子 擅长的也是棒球 相当受到欢迎 脸书上还PO出 和女友的亲密合照 陈姓嫌犯4年前 因为情感问题 向同校的正姓女教师资商协助 没想到发展出地下恋情 而且女教师还疑似包养凶嫌 每个月不但帮忙支付 9000元的房租 还额外给5000元的生活费 家属来向我们分局 报失踪邪群之后 那因为我们有清查 他相关的交友状况 那发现跟他交往的一名男子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犯嫌 那跟他有相悠出友的情势 因为分手谈判破裂 痛下杀手27岁的嫌犯 被移送法办 也毁了自己的前程 记者程师院谢佑云台中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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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